Bryson Seemsonieron leurs 作曲!!! 我叫Kevin 也是很高興您今天在這邊跟大家 分享我做的事情 我在武林高中念書 後來我跑去台大園藝系 畢業以後呢 就到了台灣第一家做社會企業的創投公司 叫做弱水 那在那邊待了兩年以後 就覺得自己想創業 那就跑來做以利國際服務 那做了兩年以後吧 可能就有一個機會 就加入了一個創業家聯盟 那叫AAMA 所以上上個禮拜呢 AAMA剛好有北京聯會 就在北京聯會中 就聽他們說這些創業家 北京的創業家 他們分析那些背景 那為什麼要分析北京的創業家的背景呢 因為他們說創業家是對於很多 這個世界的趨勢是最敏感的 最需要最需要的 趕快抓到這個趨勢的人就是創業家 所以他們就分析 那北京的創業家就可以看出某些趨勢 那我們就想說 我可以分享一下 那這位是馬雲嘛 馬雲開了一家公司 感覺蠻厲害的對不對 叫做阿里巴巴嘛 那他們就說 在08年呢 AAMA剛創立的時候呢 所有的創業家都是男生 北京清華大學的學生 而且都是工科的 那這一群人呢 就跑來創業 那當時是非常非常的 應該說所謂的很火的一件事情 那過了兩年呢 如果你是當時的大二學生 等到你大四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麼多創業家 在做這些事情嘛 你可能就想說 那我也投入好了 欸不好意思 過了兩年以後呢 那個創業家的組成呢 就變了 變成什麼 我想大家對北京當然不是一定很了解 但是大家一定記得 三年前有一個很紅的網站 叫做PayEasy 當然是那個 很多廣告都在講這個 你現在還有看到PayEasy的電視廣告嗎 可能沒有對不對 所以在10年的時候呢 就創業家的組成呢 就變成有很多女性 或者是做女性服務 那這一個趨勢呢 你就想說啊太棒了 那這個是我很喜歡的事情 那等你要投入的時候呢 怎麼樣 可能又變了 那所以女性的 不管是醫療相關的事情呢 或者是所謂的 可能女性的就業 或者是 印度開了一家女性的 第一家的這個銀行 專門為女性服務的 好那像這樣子的趨勢 你可能就想說 啊這個是很不錯 可是呢 大概在去年吧 或前年 可能又會發生 我自己又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變化 這個是一群 一群人在上課 一群人在上課 所以你可以把它解讀成 我們可能開始在講教育 教育問題 不論是翻轉教育 遠距教育 線上教育 各國什麼各種不同的方式來 因為科技的進步 所以衍生出的各種可能性 那就開始有些教育 有一個人叫做可漢 他弄了一個可漢學院 聽說連Bill Gates的女兒 他都不想聽他爸爸上講數學 想聽他講數學 那他也的確講得很好 那今年到底又發生什麼事呢 那今年我看到了什麼呢 或者是 到底大家在想說 哇我現在是大學生嘛 這邊也許很多大學生或研究生 那如果我要做什麼事情那怎麼辦 我覺得 欸 最近我常常聽到一個 兩個字啊 叫做 銀法 你就發現 不管是雜誌啊 或者是相關的創業 或者是政府的政策的改變 對銀法的這個注重 老人的產業安養 這相關的就很多 所以下一兩個 所以該怎麼辦呢 對不對 那剛好我又不是好像 像Joy 對不對 了解這麼這麼多不同的產業 這麼這麼多 敏銳的觸角 好 那又不像 剛剛前一個意見嘛 對不對 就是說 看到很多不同的創業家團隊 所以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相信 我的一個 我覺得我稍微有一點的東西呢 就是 我有一個很 很不認輸的一個個性啊 可能是跟我客家的背景有關啊 也有可能跟我農學院的背景 也有點關係喔 那我就講講我的故事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 在洛水 那洛水的老闆呢 叫做張明禎跟王文華 這兩位我想 我不確定大家認不認識他們 但他們在某些業界中 是非常非常的 有成就 那他們在07年的時候呢 就覺得說 好像人生的 成就吧 已經到達一個高峰了 他就不想要再以賺錢為目的 我想這很容易理解嘛 如果你手上有好幾億的時候 你還會想要以賺錢為目的嘛 你可能就不會想 那些人想說別的事情 那他們開了一個洛水 我就是因緣際會 現在進去洛水工作 我在洛水工作呢 因為我剛剛有時候 他們不是以賺錢為目的 所以我們裡面 我到底要幹嘛呢 你知道我們每天都在幹嘛嗎 他就說 Kevin 你要找自己 我說 什麼 你要我做什麼 你要我幾點上班 他們就說 我不要用以前的管理方法 所以以前的公司呢 就是要上下班 所以我們就 不要上下班制 那以前你們要到辦公室 我就 不要你來辦公室 我想說 哇 那薪水部分也 應該還是有吧 對不對 不要相反 就變成我要付錢給他 那就不對了 所以他就說 基本上呢 薪水造領 但是所有的管理一切都不一樣 那我說 那我們到底這群人聚在這邊幹嘛 你還是每個月都有撥薪水給我 他就說 找自己 我就覺得很懸啊 那只好怎麼辦呢 我就只好去驗證這件事情 我就想說 好 他就說你要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 我就想好 那我做最喜歡的事情 好 我想到了 我想做最喜歡的事情呢 就是 當時我很年輕 喜歡旅行 也喜歡騎腳踏車 體能一級棒 這裡面有一個是我 不過現在大概認不出來了 認得出來的 那個 我給你一件 我以前穿不下的衣服 好 那 所以我就去找自己 我跑去日本騎腳踏車 這是在富士山的山腳 那是 從日本東京一路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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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 騎到那個 九州的福岡 然後中間就很開心啊 什麼的 那我們也在 這個路上 反正就是 怎麼知道 年少輕狂嘛 但是這個時候我不是在玩 我在做老闆給我的工作 叫做做自己 所以我就是做自己 所以我就是做自己 結果我回台灣以後呢 我就找文文華先生 我就說 老闆我回來了 然後 你叫我做的我做好了 我就是玩得很開心 去廟會啊去旅行 結果之後他跟我說兩個字 他說 Kevin 嘉欣 我說 哇 怎麼這麼好 永遠不離開他 永遠把他視為我這輩子永遠的朋友 這樣子 我昨天早上還找他去打籃球 有沒有 就永遠不離開這樣 好 那 這是真的 所以他們兩位是真的是言行一致的人 所以那既然 你越做自己 你的薪水就越高嘛 如果你碰到這樣的老闆 你會 怎麼樣 賺到 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再去做另外一個我喜歡的事情 我要再加薪 對 好像這個旅費都是他們付的 所以真的是太神奇了 好 感謝 感謝 民運 好 所以我另外一個喜歡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其實一直很想做國際志工 好 但我是02到06年在台灣大學念書 當時並沒有任何國際志工的機會 就算你想做 你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門檻要去過關 所以我並沒有這樣的機會 可是等我到07年的時候 不過就一年 其實就有 開始有國際志工的機會 所以我08年我就開始參加了一個國際志工計畫 其實這個計畫呢 是到菲律賓去蓋房子 他們那時候的案子的內容就是說 要把這樣子的一個拼命庫呢 改建 改建成怎麼樣呢 好 很好 改建成這樣子 這應該認得出哪個是我啦 呵呵 而認不出的話 我真的就是 覺得太厲害了 好 所以呢 我當時就是到這邊去改建 就是花了好幾天的時間 那當時體能 再次說明 當時體能真的很好 就把這樣的房子改成這樣 那麼這裡面呢 就改變了我很大的一個 一個我的mindset 就是說 他們 雖然是好像我去幫助他們 但是他當時跟我講了一句話 讓我整個就改變很大 當時我住在他的家裡 其實上他的家裡 如果你從台灣的角度來說 你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很很很很棒的房子 因為他是一個六坪大小 全家住在裡面 那還是沒有水沒有電 然後 也 也還是沒有 很好的家具 然後蟑螂老鼠跑來跑去 可是呢 他坐在他的家裡 跟我在聊天的時候 他就是用一個 我沒有見過的一個 很 算是很喜悅的一個眼神 他就坐在他家裡 環顧了四周 然後就跟我說 Kevin you see What a beautiful house I have 我有多麼好的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實在太美了 太棒了 當後當我覺得說 哇 這個是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形容的感覺 因為在台灣 如果你能上台灣大學 你不太可能選別的學校 你能上武林高中 你也不會選桃園高中 好 可能會有 但不多 所以呢 但是我當時覺得很奇怪啊 怎麼 怎麼見中的 前幾名 前幾名呢 剛好跟台中一中 跟熊中 跟武林高中的前幾名 都想念台大電機 有這麼巧嗎 一定沒有 那為什麼呢 所以就覺得很奇怪 好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說 這樣子我想要跳脫 跳脫 這樣子的一個數字思維 那當然對我來講 這也是一個 找自己 的一個最終極的目的 所以我就 很高興很高興 我碰到我的老闆 他花這麼多心思 這麼多心血 好 看我旅行 明明就覺得浪費他的錢 但他還是好說 Kevin找自己 還是要這樣子做 那最後當然就很 很謝謝他 因為 有時因為這樣 我覺得做很多事情 我覺得是 因為是做自己嘛 所以你不會累 好 因為做自己呢 所以你很有勇氣 對 因為你不是活在別人的期待裡面 你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 國際志工 還有 對社會做一點回饋 其實就是 我喜歡做的事情 好 所以我就回台灣以後 就成立了一家 叫做 以利國際服務的社會企業 我們主要是做國際志工的 好 在今天之前 好 但是從今天以後呢 我們其實有開始做一些 國內的志工 好 國內的服務 國內的一些社會創新的案例 好 所以這個當然 如果有機會 好 看來時間已經不是很夠了 所以在 四年前呢 三年前 我要創業的時候呢 說的一切都是零 就是 起心動念 所以你是一個零的開始 沒有人沒有錢 沒有 名字都是零 好 那這1500個日子呢 到底做了什麼事呢 我們花了1500個日子啊 好 我們現在有16個同事 37個零隊 差不多有1600個志工 曾經被我們帶到海外去 有5000個 開發中國家的村民 曾經被我們影響 那我們 Facebook的Fame Page人數也 也有一些些人 這是我們在海外做的事情 一個人呢 代表是10個志工 所以我們曾經在 亞洲的好幾個地方 曾經做過一些事情 那主要是在柬埔寨 我們投入的最多 那發展的也最成熟 那我想 對我來說 從中間當然還有很多故事 因為太辛苦了 我大概有創業這三年吧 三年多來 我大概有三次 是從國外回台灣的時候 從桃園機場 直接是到台大醫院的急診室 因為沒有辦法再延誤了 就直接到機場就送到急診室 我自己本身 我同事也有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當然是 可能某種程度來講 如果你以很表面的來說 你好像做了一個很傷害自己的事情 但是 因為還是回到那句話 你是做自己 因為這是你喜歡的事情 所以 如果你明天就死掉的話 你可能不會那麼的 不會那麼的遺憾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從第一年呢 左邊就是66人 我那時候創業的時候 我當時人緣還不錯 所以班上有一半同學呢 就來支持我 一半是我大學同學 他們以為是畢業旅行 奇怪 Kevin登機口 香港的登機口 是在什麼2號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3號3號 所以就跑來到 跑到柬埔寨區了 那些人也沒聯絡了 不過因為這個世界人很多嘛 所以你要再繼續交新的朋友 那再來你就是慢慢的 做一些累積 很多參加的人 可能就 對我們有一些正面的品 回饋吧 所以我們大概有 70%的 志工 或是參與者呢 是靠口碑的 就說你為什麼來 他說因為我國中同學呢 在國中同學的同學會中呢 聊到暑假 他說他去E-live 然後我的表妹呢 也跑去E-live 而且他們兩個都說 這個是很棒很棒很棒的一個旅程 都叫我一定要去 所以我就來了 像這一種的口碑呢 是我們很感動的 所以花了三年多 終於成長到了一千多人去 但是 其實上我覺得 是一個很紮實的數據 那這是我們在 最後一月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只有放了幾張照片 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我們做的是多麼緩慢 但是 我覺得就是緩慢就在於它的價值 很多社會的東西 它不是 因為你發明了一個東西 它就可以馬上改變了 好 那 就是因為它緩慢 那就是真的 就在沙漠種樹 你說氣候變遷 要沙漠化了 那怎麼辦呢 你在小時候 你可能沒有什麼沙塵包的問題 現在可能很多 好 那源頭就是內蒙古的沙漠化 那沙漠化我們能做什麼 第一 當然你可以戴口罩 因為沙塵包弄來 但是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好 那這個世界到底變成什麼樣子呢 可能我們並不會那麼多機會知道嘛 你在台北 然後你到上海 你到香港 你到熟爾 你到東京 基本上它是一個資本主義的 這一端 所謂的 比較富裕的這一端 所組合的世界 所以 那到底另外一端跑到哪裡去了 我想這個 可能大家不是很多機會可以去接觸 好 所以這個就是 那另外一端正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沙漠化 然後在印度呢 我們去幫他們蓋房子 好 跟當地的 一個叫做 總性制度裡面的 最下面那一集 很多人以為最下面那一集 叫做奴隸 其實那不是 是 沒辦法排進奴隸的 叫做達利人 達利人有兩億五千萬人 在印度 但是因為 但是他沒辦法排進人 所以你不太會知道他的資訊 好 我們幫他們蓋房子 然後在柬埔寨呢 我們幫他蓋廁所 就是用一些比較環保的方法 幫他們蓋廁所 那 可能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十八分鐘實在是講不完 但是 我想 其實我們 大家就是 在這個地方 有機會聚在一起 短折是十八分鐘 那長折可能就是 有一輩子的友誼 但是大部分人是品水相逢 所以我把我三年多的事情 如果真的要 就是大概就是剛剛那十七分鐘半 最後三四秒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覺得 其實我的梗叫做我講完以後 才出來這個字 不過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出來就出來了 但是我最後有句話 叫做 這是馬丁路德 他講的一句話 他說信念 我們其實很多東西都在講信念 所以說信念呢 就是說你看不到 但是你就願意踏出去 那另外一種講法呢 就是說你的信念呢 有點像是 你只要踏出去 那個階梯自己會出現 所以 只是你有沒有那個勇氣 踏出去而已 那如果你有你的勇氣 踏出去的話 我相信那個階梯 它自動會在 你該出現的地方 出現 那如果你跌倒也沒有關係 代表你現在腳力還不夠 那就馬上站起來 準備好再踏出去 那我想 關於一些 我的故事 還有一些我對於 一些想法 用一點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